延续那个2D的界面 2D的部分都保留 再就是加一个3D 那3D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加按右键 3D导览 按右键 再来就UCS 再按右键 这个有四开头的 四步 按右键 视觉 再来按右键 这边通知一下按右键 视觉形式 那放的方式的话 我想这边你就把这个 这个放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视觉 就把它放这边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图层的话可以把它拿掉 那视觉形式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放这边 那这个的话四步放上面 最后再加一个按右键 有一个叫做 叫做实体编辑 实体编辑 这个将来会用到 实体编辑 那3D导览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这边 那实际上 那个工具列大致上 我会用到就是这一 那这些工具列实际上 就是所有的指令的集合 比如说以前要打指令 那现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也就是3D相关的指令 通通在这上面 当然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被指令 如果有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被指令 你就记什么 记上面的按钮 按这个就是等 等同就是一个指令的一次 那以外要被指令的 现在找不到 反正按下去 可以发挥作用就好了 因为这个要被指令 除非你每天都在用 不然指令很快又忘记了 那最后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呢 将目前除成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环境要把它除成起来 你可以在右下角的地方点一下 那除成成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边可以 可以拿一个叫3D 3D 3D 然后把这边的话呢 把它做一个 这个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那将来呢 按一个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在右下角这边就多一个什么 工作区 叫做3D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切换到别的 如果说呢 又要想要切回来很简单 你就直接怎么样 点这个工作区这边 不是这个3D 点下去又恢复了 这个工作区域的环境 他就会帮你记下来 帮你记下来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那你要先玩一下 不然你这东西放上去 最后背景 把它改黑色 如果你有些同学 一定要把它改黑色 那我刚刚这边讲过 把它改黑色就好了 从那个 这个显示的地方 去做一个调整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怎么 把图开启呢 首先呢 你们开 就是观点里面呢 有一个资料夹叫第二篇 那第二篇里面 这个是我们将来要画的图 那我们首先开起来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想要开2-1的这个图 把它开起来 点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当然autocad也会把它执行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运用刚刚我们的这些工具 可以试试看 首先的话 你会想说 第一个 我假设说我要移动它 当然跟在2D上面 在2D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刚刚呢 我们设定了这么多 有哪一些是可以马上看到成效的 这边这个把它调整 首先第一个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仕途 这工具列 这工具列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我今天呢 它这边有10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呢 是上 我要想要看到 这个3D图的上方 那你就点上 有没有 上方 那特别注意呢 这边有个xy轴 xy轴 那xy轴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xy轴呢 它一定是 如果上的话一定是xy 就是跟我们画2D的时候方向是一样的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点一下什么 点一下下 它就转过来给你看 有没有 再来左从左边看 从右边看 然后从前面看 从后面看 彼此类推 但其他还有西南等角 然后东南转过来 东北 然后还有西北 不过你会觉得说 这感觉 这个图看起来好像有点假假的 如果今天希望的怎么样呢 让它上映的颜色 怎么做呢 这个刚刚有跟各位讲说 这边有个叫视觉形式 你按右键之后 这边不是有很多式对不对 视图 刚刚就视图 视图就是你看的角度 就是V5的意思 所以你打一个V 指定打V也是视图 那另外一个叫视觉形式 所谓视觉形式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这工具院每一个都有它的重要性 3D建构线 3D隐藏视觉形式 那这边还有什么拟针形式 你想说拟针 点下去看看 我再把它转到其他角度好了 一般这个东南等角 你会发现它涂了颜色 对不对 可是感觉还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如果你点这个会不会更好呢 概念视觉形式 有没有发现 它就涂了一个颜色 当然这个颜色 你也可以做一个更改 那3D 加构图 有没有 每一个呢 都有它的视觉形式 那颜色当然也可以更改 那这部分的话 你们先试试看 就是说呢 这边有工具列 然后呢 试着怎么样呢 把视图 视图 跟什么呢 视觉形式稍微玩一下 那假设说你不小心把它关掉怎么办的 没关系 你就直接呢 再把它叫出来 这边把它叉叉 有没有 按右键 直接视图视觉形式 画面先画面 各位一下